神実练 神実练 哈啰 大家好我是神実 欢迎到一个人的睡前不谈鬼 今天来讲呢 就诉说观众所投稿的灵魂故事 然后如果哪位观众有灵魂故事呢 你也可以投稿来Gmail 然后今天的零语故事都是由王雪莹所投稿的很多篇的零语故事 然后我也分为上集和下集来描述他的零语故事 话不多说,我们就第一人称带路这个故事吧 Let's go 第一次见到肮脏的东西是在我中山的时候 在学校一个锁着铁链的楼梯 那个楼梯真的非常暗 曾经还有流传过 我们的学校以前就是日本军基地 那个锁着的楼梯就是乱站岗 我们的学校也时常发生鬼丧生闹自杀的事件 可是我要说的并不是鬼丧生的事件 而是我在楼梯遇到鬼的真实经历 事情是这样的 中学时期的我们都爱玩一些平常人都不敢玩的东西 就在有一天心血来潮的我们 就带着新来的同学去到了那个楼梯 那时我们就站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 带着新同学远观那个楼梯 调皮的我们突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就想吓一下新同学 也因为曾经我们有被学长和学姐带过那个楼梯下过 就当他是学校的传统吧 我们就谎称有人在楼梯下面等他 说有人要找他 由于那个楼梯常年就没有阳光照得进来 而且打从我进校开始 就从来没看到这个楼梯有开过 那个楼梯显得异常的暗沉 就算墙壁有做一些洞 让阳光照进来还是一样非常的暗沉 这一次为了骗那个新同学去到那个楼梯 我们可是连自己也打了进去 我就和另一个男同学至高奋勇的说 要陪新同学去那个楼梯 新同学就还是妥协跟我们去那个楼梯 去找我们描述的那个人 你应该好奇那个楼梯已经锁了 为什么我们还能进去 他则是锁了 不让我们去那个门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的楼梯 走到那个闹鬼的楼梯 我们的学校有三层楼高 可是最不解的是 唯独那个楼梯从最底层上到第一层 那个部分就是非常的阴暗 第二层去到第三层的楼梯 却是非常的亮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带着新同学下到第一层 我们就围绕着新同学和新同学说 我们学校的传说 而我们学校的传说就是 曾经我们学校的某某老师 因为要敢改好卷 所以就留到晚上七点才回家 那时候那个老师只是经过那个楼梯 就突然的看到一个穿着白衣的女生 就站在那个楼梯的深处向老师招手 吓得老师就赶快跑 不久之后那个老师也突然的辞职了 在辞职之前 他有嘱咐过他班的同学 就千万不要去那个楼梯 更不要在那个楼梯里乱讲话 我就和新同学说完这个故事过后 我就和另外一个男同学杀腿就跑 跑回上楼的阳光处 留在楼梯的新同学之后 突然间就反应过来 就边跑边寒的赶了上来 也因为新同学的反应 就是我们所要的反应 所以新同学上来之后 我们就笑着跟新同学说 哎呀这个是传说罢了 世界上那里有鬼的 看也看不到 而新同学呢也笑笑的说 我没有怕啦 只是本人的反应跑罢了 之后我们就一起回课室了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吧 因为我们要从科学室回到课室 是要经过那个楼梯 在我们回课室的时候 就有经过那个楼梯 我就本能的看向那个楼梯的暗处 这次看到的不是暗层的楼梯 而是看到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 而那个穿着白衣的女人 正向我招手 而她就站在暗处那个 其实她在走的一步 就照到那个阳光了 而我就站在阳光处望着她 同学就突然看我没跟上 就转头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直接探坐在地 当时的心情不是害怕 而是瞬间呆着 就呆呆的站在眼底 看着那个女鬼向我招手 就直到我的朋友把我给扛走 回到课室之后 还是迟迟不能回神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 应该就是下一堂课了 朋友呢就看到我能说话了 就赶紧跑过来问我 刚刚是在那个楼梯看到了什么 我就把我所看到的都告诉给朋友听 回到家 我也没有把学校所看到的事情 告诉给我的父母亲听 可是就因为 我一个同学 是我妈妈好友的女儿 她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她的妈妈 而她的妈妈 就告诉了我的妈妈 我妈就马上来质问我 为什么没有告诉她 因为我觉得说了 他们也帮不了我 可能我自己努力忘掉 这段经历就可以了 隔天一早 我妈和爸 就带我去寺庙里拜拜 静庙的第一件事 就是上香拜拜 然后就发现有得问神 因为那间庙也不是时常有得问神的 就刚好我们去那天有得问神 而我妈就拉着我去排队 到我的时候 她就直接告诉我说 最近你的时运非常的低 是不是睡眠不足 我也因为这件事情 一晚都没睡好 整个脑海呢 都是那个画面 后来她接着问 是不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我默认了 我妈就抢着说 说我在学校遇到了肮脏东西 她就画了一张符 让我戴在身上 并且给我一张符 叫我烧来喝 拿到符的当晚 我就睡得非常的安稳 脸色也没有那么差 我妈事后就有告诉我说 为什么会带我去庙 是因为看到我的脸色不怎么好 过后呢 我就更加坚信 其实那个楼梯的故事 不是假的 OK 所以这投稿者的第一个故事呢 就告一段落啦 然后现在我们就带来 第二个鬼故事吧 第二次见到鬼呢 是在我中世的那年 就和同学 去对面的旧楼 朋友就带我去一户 没有人住的家呆 那间家呢 的窗口是没有锁的 所以我们是用窗口爬进去的 进到去呢 看到的情景是 家具闪一地 在地上呢 还能看到某些人的IC 一进到去呢 就被一个古董钟给吸引 那个古董钟呢 是已经不再动了 我就手仰跑去转那个时针 就突然间的 那个古董钟 就咚 咚 咚 响了十二声 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 只是近看着 原来这个钟还没坏 不知道待了多久 就突然的发现 朋友坐在厨房的椅子 就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指甲 我就跑过去问他 怎么了 他不说话 过了一下就突然说出一句 我不舒服 想要离开 我们就赶紧拿书包离开了 当我爬出窗口等我朋友的时候 就瞄到走廊的尾端 站着一个人 我和另一个朋友就有看到 而其他人呢 都没有看到 当时只是觉得毛毛的 我们接着就快快走了 去到妈妈当 坐下拿出镜子 打算绑头发 才发现 镜子离奇的破掉了 镜子全程都放在我的口袋 也没有拿过出来 在没碰撞的情况下 破掉了 其实在那个屋子的时候 也有拿出来照过一次 而镜子在那时候 也是还好好的 OK 所以这故事呢 就该段落了 对 其实都是蛮不错的故事 因为其实真实故事嘛 所以有时候都不会把 故事说得太精彩 就算有些很精彩的 可能会稍微的有改变 还什么之类 因为这些都是真实故事 所以有些真实故事呢 也没有说很长之类的啦 然后呢 也非常感谢 王晓云的投稿啦 然后这一期的 睡前不谈鬼呢 就告一段落啦 然后如果哪位观众呢 有零故事呢 也欢迎投稿来这句 没有 所以这睡前不谈鬼呢 就到此为止啦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 那就订阅 赞 分享吧 还有记得那个小铃铛 如果不喜欢的话呢 那我就想办吧 OK 就这样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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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